好,小德老师已经给大家提供了很多很多的例子 教会大家,哦,脱物研制 我先要找到所脱之物 那么所脱之物和我所研制制要进行怎样? 联想,对不对? 具体联想又要通过怎样的方法进行呢? 我们刚才已经举了一个前面的正面的相似联想 以及这里有一个相反联想,对不对? 具体还有哪些方法?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由此几笔联想研制 这是一个总扩的一个概念,对不对? 研制必须要进行联想 通研制首先要选好所脱之物 我刚才已经说到了 把握住其外形特征 这是对前面的一个总结 然后再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 找准物、遇、智的相似点 由此几笔展开联想、智才能够凸显 对不对?一定要找到这个连接的东西 你如果,哎,你就觉得 你所写的东西 两者之间,物与智之间 没有相互联系的地方 读者会不买账 对不对?不会去看你的文章的 他会理解不到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OK 比如说松竹梅 我们说碎寒三有 对不对?常用于表示一种高洁的志向 就是因为松竹梅 他们同时具有这种 经常被人们所运用在高洁的 这样象征的一种物象 梅、竹 对吧?松又是长青的 这种一直坚守的这种状态 对不对? 泥土常用于出发先信的情怀 蜡烛,我们一看蜡烛的外形 再加上它的这个状态 对不对? 无私奉献的精神 对不对? 很容易联想得到的 是可以 所以说需要我们这个 由此即彼 联想着去进行研制 这是需要的 第二个是 有表即理 想象深思 也就是说不能只有外在吧 得有内在 好 作文是要抓住被描写事物的形象特征 进行深入的思考和联想 有表即理 我们刚才已经说到了 从而能生发出哲理 或者人生启示 就像我上这一课给大家最后讲到的 其实由悟到智的过程 就是一个有表即理的过程 好 这又来了 对不对? 爱莲说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一个突兀炎制的文章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莲的外形 是什么? 在我们面前仿佛站立着的是一个 自然 天真的 洁白无瑕的 淳朴的 还有 平平玉丽的 这样一个美丽女子的形象 对不对? 她似乎已经不再是一个植物了 她变成了一个人 好 连的内在 我们就可以感到 她又有这种出于女而不然的高洁 又有这个酌青连而不腰的这种庄重 她有中通外之不漫不知的一个正直体态 她有相远亦亲的方心 OK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感受到 她了解的已经不再是一个植物了 她更多的在说一个人 她所具备的特征和品质 所以说 她是一个代表美和内在美 完美结合的这样一个形象的特征 对不对? 她是从脸到人的一个过程 大家可以体会的 作者展开想象 借花欲人 脱物言之 赞美了正直高尚的一种细节 也表现了 洁生自好的一种生活态度 所以说 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你在写植物 在写风景 或者写类似这样一些事物的时候 你能够采用这样的方法呢 对不对? 所以说 其实啊 中规中绝 我们在写作的时候 一定要有情感 一定要有情感 一草一木皆有情啊 万生皆有情 所以我们在描写一件事物的时候 你要带着情感 去用心地观察它 感受它 这样你描写出来的树 才是真正栩栩如生的 真正能够让大家感受得到的 对吧? 你描写一朵花的绽放 它已经在你眼中不再是一个花了 它更像一个人 你描写一栋建筑 你似乎好像它已经不再是那种冷冰冰的建筑 它更多的像一个 我们一起对话的一个人物了 对不对? 我描写一个手 这个手感觉 它已经活灵活现到一个境界 对吧? 它似乎在生长 在绵延 它有血有肉 对不对? 你要感受到更多更多 跟它直接的一种生命体验 不仅仅它是一个物 它是跟人相关联的物 一定要搞清楚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点 抓住特征 象征永怀 可能就有人问老师啊 象征是什么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象征是艺术创作中的一个基本的艺术表现方法 好 只借助于某一具体事物的外在特征 基于艺术家某种深邃的思想 或 A 表达某种富有特殊意义的 事理的艺术手法 好 那么我们看到这里 它是通过某种外形特征来表现 A 某种具有特殊势力的 对吧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象征 A 是写文章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 大家也可以用 它能从具体事物的本质特征出发 那么抽象出某种特殊的意义 或某种品质和精神 以达到最终泳怀的目的 也就是说抒发自己的某种表达 A 这种意义 所以说 象征的手法可以使普通的一个物 延伸 升华到一种具体的一种精神 品质或者 舒坏的对象 所以说在这里 A 象征手法 是很多很多 A 这个不管是小说 散文中 经常 诗歌中 经常运用到的 对吧 跟我们的这个 拖舞研制 其实很相似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所以说 在我们的这个写作过程中 通过刚才那三点 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我们写作的思路 第一个 一定要选物 选什么 所托之物 对不对 选出美好的 或者你熟悉的 常见 熟悉的 常见的事物 从它们身上来展开 某一方面的联想 有的物 你通过它这个 四面八方的开始联想 它跟什么相似 它跟某种品质 可以挂钩 对吧 进行一个简单的联想 那么对所选之物 进行精致的描写 一定要有很大量的描写存在 努力写出这个事物的 外在形态和内在精神品质 对不对 这个说了八百遍了 对不对 大家一定要记住 所以你要想要写好托物研制 一定要按照这个思路走 描写一定要向着自己 抒情的方向发展 抒情的方向发展 就是更多的在后面的 这个研制的方向发展 对不对 一定要搞清楚 首先选物 选完物 开始描写 好 第三个 运用多种描写方法 穿插自己的情感发展 也就是刚才说了 伴随身后的情感 那么使事物的外在形象 和他所具备的内在精神进行统一 实现由时到虚的一个转化 也就是抽象出某种概念 对不对 抽象出某种品质 那么简单的说就是 因物抒情或者因物明理 我们刚才说到了最后研制的部分 可以是有情感的抒发 可以是生活的感悟 对不对 或者是某种确定的人群或者精神的象征 对不对 可以的 所以这里有一个写作的思路 比如说在这里 流沙河的草木篇写藤的 不同的写藤 具体怎么表现 它缠绕着丁香往上爬 爬 爬 终于把花挂上树梢 丁香被缠死了 砍作柴烧了 它倒在地上喘着气 窥视着另一棵树 这是一个藤的一个状态 你看到这里 窥视 喘气 把藤怎么样啊 女人化处理了 对不对 在这里 这个藤 金森森的 对不对 还充满了这种杀气 鬼气 显然是一个暗算他人的一种 卑劣的角色 通过这个形象 表达了作者对邪恶 对阴谋的一种谴责 你看 他把丁香给弄死了 对不对 他绕着丁香往上爬 最后丁香被缠死了 他倒下来了 他又看着另外一个了 我要继续往上爬 弄死另外一个 对不对 这里的藤 就变成了一种反派角色 一种阴险的象征 对不对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白七一种 他的名片 有目名名消 那么也是一种藤类的植物 来表现的 那么说他吸附着一棵树 长高了 长大了 这个藤 那么然后呢 写了他的不幸 记 他毕竟太柔弱了 结果 风雨大作之际 那棵树 站得挺稳的 灵霄 却被风雨吹倒在泥水之中 白七一最后写到什么呢 既然立身者 勿学柔弱苗 也就是说 你们这些具有远大报复的人 千万不要学那些 柔弱苗啊 只会攀附别人 意思是奋劝那些立志成才的人 千万别学柔弱的灵霄 只有学会了像大树那样的坚强与坚韧 才能真正的顶天地地 对不对 这就是另外一个疼的代表意义了 好 第三种 我们来看一下 一首俄国的小诗是这样写的 一场狂怒的击风暴雨 把古老的橡树劈倒在泥里 只有青藤和它紧紧相依 这就是有意 对不对 在这里可以看到 这个疼啊 又变成了一种有意的象征了 对不对 所以就是完全不同的 同样写疼却有三种选择 三个角度 三种诠释 三个方向 对不对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你看在这里 这里突出了青藤与大树 不离不弃 终身相伴的形象 歌颂了忠诚 歌颂了友谊 对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啊 所以说在这里最后给大家提高 写作的启示 第一个 根据自己的需要 可以把同一个藤写到色彩各一 风格各一 对不对 一个物体 我可以写出不同的感觉 不同的象征 对不对 你不要拘泥于某种 以前别人用过的素材 你可以更多的发挥自己的优势 来写出自己角度所观察到的事物的形态 一句代表意义 第二个 写作既要有根有据 又要变化无穷 对不对 还是围绕着上面所说的 就是说 你既要自然其说 把它的这个外在形象与内在联系起来 同样的也可以把它们进行一个更多的更多样的无穷的变化 比如说毕竖明老师的那篇文章 你就可以写好的一面 也可以写相反的一面 他们都不化妆 凭什么你人化妆 对不对 就可以进行一个不同角度的思考 好 第三个 要抓住事物的外部特征进行细致描绘 欲求神次 所以说在这里要求大家对描写 进行一个非常大的巩固 对不对 如果不知道描写了 可以去看一看小达老师的作文课 充分挖掘事物的精神实质 这种精神和我们大家所提倡的某种精神相吻合 所以说不要为了写物而写物 你最后所要研制的内容 虽然需要精简严谨一概 但是它反而是文章的中心 懂吗 好 另外一些呢 就要告诉大家 要表达出自己强烈的主观诉求 也就是说你要借助这个事物 想要表达怎样的思想感情 那么表达你自己的观点 你能从这个事物中看到什么 你能体会到什么 你能有什么感悟 那么这个事物的形态和你所认为的某种精神品质 这是某个人群相关联 说出你自己的想法 OK 好 第二个要告诉你的是 语言要有一定的美感 要能够表达你的好文采 这是所有文章都希望获得的 那么这部分其实需要你在哪个地方下功夫啊 就是描写的这个地方下功夫 你如何把这个事物的外在形态 内在品质更好地描写出来 这是你的文采的体现 好 最后总结一下关键有两点 一是先选准物 它必须能够承载你那个质 二是再把你的质寄托于此 就是必须要寄托的合理于寄托的巧妙 相信大家能够理解啊 我们已经用了两讲的时间来告诉大家 托物言识的这样一个方法 阅读中我们更多的可能告诉你 如何在文章中找这种托物言之的手法 它托的物它所言的质 我们如何找迹长性的问题 而写作过程中我们可能更多的交汇你的事 这样一系列的流程 我们要找准所托之物 然后把质如何更好的和物结合起来进行抒发 所以说这两个有所不同 但是最终两者都是一样的 物和质都成为了最关键的部分 把物找清楚 讲明白 把质说清楚 抒发明白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两部分是最重要的 由物到质 由物到人 以及这个有表集体的过程 希望大家能够体会 我希望你们文章中最后的部分 都是能够进行抒发的一个过程 升华的一个过程 希望大家能够利用体会 对吧 OK 那么这节课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讲再见 拜拜